哈囉大家好我是曲肉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從諾亞方舟的角度來看科學 基督徒常告訴我神愛是人 結果上帝引發大洪水 除了諾亞一家八口全死光了 還問我為什麼不願意接受神的愛 你們腦袋的洪水是不是還沒消掉啊 基督徒的理由是 人類是上帝創造的 當然也可以毀滅 請各位想像一下 你的親生兒子因為做了很多壞事 所以你把他給殺了 法官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回答 兒子是我生的 當然可以把他殺了 而且我告訴你 我在他還沒生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他長大會變成壞人了 但是我還是決定要生 不過我現在好後悔喔 法官就會回答你 你他媽事實上都知道你還生 口口聲聲對一個人說愛 卻又把他給殺死 在現代社會裡 我們把它翻譯成恐怖情人 而且如果有罪的是人類 憑什麼動物要跟著陪葬呢 如果你是一個不愛念書的人 諾亞方舟這個故事 絕對是你最佳的課外讀物 因為他可以把你在學校裡所學到的 數學生物歷史地理自然科學 還有公民與道德通通還給老師 諾亞方舟有哪些奇怪的地方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200年前的人類平均壽命只有33歲 諾亞生長在4500年前 他是怎麼活到600歲的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他都是吃天山雪蓮長大的 諾亞一家只有8個人 如而以青銅時代的科技 花了120年時間 建造了一艘大約長135公尺 寬22.5公尺 高13.5公尺 可抗強風巨浪還不會漏水的木造船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他們擁有一群專業的造船技師團隊 並且用電腦詳細模擬過 根據創造論者的說法 不同品種的動物一定是分開創造的 而地球上所有的陸地生物 大約就有300多萬種 其中包含了6400多種哺乳類動物 有一半要帶1公1母 另外一半要帶7公7母 所以光是哺乳類動物 就要帶大約5萬隻上船 還沒加上數百萬種昆蟲 1萬多種鳥類 還有1萬多種爬蟲類 加上動物也是有自由意志的 光耗8個人如何在短短7天之內 將全世界所有的動物都集合到中東地區呢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所有的動物都知道如何買票搭飛機 風舟共分成3個甲板 總面積大約為8900平方公尺 大約是標準足球長的1.3倍大 光是讓這5萬隻哺乳動物下去評分 平均每隻只能分到17.8平方公分的空間 大概就是被4個黑人雞雞圍起來的那種感覺 而且必須考慮到動物之間有天敵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坐隔間 也別忘了還有其他595萬隻生物 另外還需要幫這些動物各準備一年份的食物 還要留走道方便諾亞一家在船上行走 請問要如何把他們全部擠在一艘方舟裡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只要跟哆啦A夢借縮小燈就沒問題了 恐龍是不是忘記坐船了 其實我覺得上帝真的很用心 因為你想想看 有恐龍跟沒恐龍 方舟的大小可能會至少差到5倍以上 因為諾亞所造的方舟 根本不可能載得下一對碗龍 所以我在想 當時恐龍曾經有派一個代表去跟上帝談判 派誰當然是最兇猛的霸王龍啊 對不對講話才有份量 結果上帝只問了暴龍一句話 你們恐龍到底有多愛我 然後暴龍就回答 這麼愛 全世界總共只有大約18億立方公里的水 大家都知道地球非平面而是個球體 所以至少還需要30億立方公里 也就是大約10個大西洋的水量 才有辦法淹過聖母風 而且這麼多的雨要在短短40天內降下來 根本不可能 就算可能不要說方舟了 連航空母艦都會瞬間被摧毀 那麼多的水到底哪裡來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諾雅跟隔壁的星球借水 忽然有那麼多的水降下來 勢必會改變海水的濃度以及溫度 水中生物要如何存活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所有的水中生物都加入過白蓮神教 擁有神功護體 在海拔8800公尺高的環境 數百萬種生物要如何抗寒 如何面對缺氧等問題 沙漠動物要如何跟極地動物一起生活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諾雅在方舟裝上全自動空調系統 很甘心耶 就算方舟可以容納所有的動物 活動空間一定極為狹窄 想像一整個月你都被灌在狹小的籠子裡 吃喝拉撒睡都在同一個地方 無法自由活動 抵抗力勢必會下降 並且容易罹患精神疾病 何況是待上一整年 每天一定都有動物生病 諾雅一家要如何處理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諾雅一家都具備專業的獸醫資格 台灣最大的木柵動物園 總共也才不到四百隻動物和三千隻昆蟲 但是卻有三百多個人輪流照顧 就算方舟上只有五萬隻哺乳類動物 諾雅一家八口一整天 扣掉吃飯上廁所一小時 睡覺五個小時 一天最多也只有十八個小時可以使用 換算下來平均每人一天要照顧六千兩百五十隻動物 等於每個動物你只有十秒鐘的時間 可以搞定他們的食物和大便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他們已經先去日本練就了一生不怕過勞死的功夫了 依照不同生物的懷孕時間 例如袋鼠只要懷孕42天 狗和狼只要60天 老虎獅子等動物也只要105天左右 昆蟲之類的生物速度更快 方舟不到半年就會超過它原本的負荷量 諾雅要怎麼解決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尋找漂流木進行頂樓加蓋 反正違建也沒有人管 下船後其實才是噩夢的開始 因為地球在泡了一年的水之後 植物早就爛光光了 草食動物沒有東西吃會絕種 肉食動物吃完所有的草食動物也會絕種 而且洪水退去後這些水都跑去哪裡了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諾雅同時也是個植物學專家 並且把水還給隔壁星球了 所謂有界有還再接不難 任何樣物種只要數量小於50隻且 雌雄比例不足3比1 會因為缺乏基因多樣性 導致物種生出來的小孩 產生畸形智能不足或是找妖等情況 換句話來說 我們就可以宣告此物種即將要滅絕了 何況諾雅只帶了一公一母或七公七母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只要手持滑鼠複製貼扇就可以解決了 最後一個問題 諾雅一家八口如何繁衍生命 A.神有超自然力量 B.諾雅一家曾經拍過史上最大規模的近親相見影片 假設以上這些問題都可以靠上帝的超自然力量來解決 那麼更大的問題來了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用超自然力量就好了呢 其實上帝只要輕輕的彈個手指 全世界的人類除了諾雅一家就全消失了 不但無辜的動物不會死 諾雅一家也不用搞得身不如死 基督徒常說上帝是用生不可測的方式在做事情的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派大星擁有神的能力會是什麼樣子嗎 我想大概就跟現在一樣吧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的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